女朋友要跟我分手都有哪些宇宙 首先第一点就是分享于明显的讲究 而且是你的女朋友日常是那种特别分享于特别强的女生 那突然之间她不想跟你分享事情了 那说明她这个情感需求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第二点就是不暴露任何的情绪需求 女生展示给你的情绪需求 包括她的开心生气悲伤愤怒 都是因为她希望你能够给出一个正向的反馈 那当然如果她已经对你这个人无所谓的时候 是根本不需要任何你的反馈的 甚至是主动去问她她也会觉得你烦 第三点你会发现她的边界感慢慢的建立起来了 她可能一开始会不怎么回你的消息 后来就开始拒绝你打电话见面的要求 不要说什么自己接触什么的 绝对不可能 就对于不喜欢的人来说 你多迈一步都是侵犯了她的私人领域 女生就是非常神奇的生物 在爱的时候可以一点边界感都没有 在不爱的时候边界感又特别的明显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女朋友你爱你烦你 这是一件大好事 至少说明她很爱你